三上云南宗之战正式开打 萧妍何时再次变脸 美杜莎又戴上了王冠 期盼了许久 三上云南宗之战正式开打 薛妍为了云运不嫁给古河 选择在云运结婚当天强闯云南宗 以雷霆手弹战胜古河 十招之内古河就败了 所以古河遵循了和萧妍的承诺 此次云南宗之战 他不再参与 其实古河是一个很证人君子的人 六匹炼钥匙 古河在哪都是做上宾 唯一的错误就是他爱错了人 不过在此次云南宗覆灭之后 他想通了放弃了心中的执念 并且随后威顺萧妍 成为萧妍在加玛帝国的最大助力 而这场战斗 其实其他的都不用在意 主要是萧妍和云山的对决 窦王巅峰对战斗宗三星 为什么萧妍最后能够获胜呢 其实这和萧妍的两个底盘有关 萧妍首先是借助了天鹤三千变 直接从窦王跃居到了窦皇索星 再借助着三种义和人活的强大火莲 直接跃及斩杀 被三艘火莲命中 云山危在旦夕 云运选择了囚形 而面对云运的囚形 幸亏萧妍没有恋爱的 毫不犹豫烂拳打死云山 云山一死群众无首 云南宗彻底土工挖掘 不得不说 这次回归的名场面 豆婆真是没有亏待萧妍 在灭除云南宗之后 还给了萧妍和云运 准备了三天的山洞独处时间 但是可惜的是 他没有像完美一样 做成40分钟的特别片 三上云南宗的结束 其实也就意味着 萧妍的整个人生的第一阶段 也彻底的结束 而在此次三上云南宗之后 萧妍和美毒莎的形象 将再次进行改变 其实这是萧妍的全新形象 那一缕非要悬挂的左边的刘海 是终于消失的 取而代之的是帅气坚毅的脸庞 这正脸看起来是真有国慢 最帅男主那味道了 而美毒莎的建模倒是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更换 因为其实也不需要 而美毒莎的改变 是在此次之后重新戴上了王冠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是感觉戴王冠的美毒莎 要比不戴的时候更漂亮 更让人有征服的欲望 那么这两个模型 是什么时候上线的 萧妍这个梅猜拓 应该是再回到迦南学院之后 踏上中州之时 会再次进化 估计还要等296 而美毒莎的这个 则要来的更早一点 在萧妍成立阎蒙和紫妍闭关时 女王就会回到蛇人族 重新戴上王冠 说起这个我不得不吐槽一下 豆婆有的时候是真不会建模 紫妍作为萧妍最宠爱的小萝莉 变大之后 这个形象真的是仇道殷爵 要知道她可是龙族的公主啊 这仇道殷爵的发型 哪里像是公主 更像是最低最差的蛇人族 小紫妍设计的这么可爱 为什么就不能把大的给设计好呢 这形象想象一下 萧妍和她当时同处一世 看到她赤身裸体的样子 不会身体不适吧 那么是好好看看观众的呼声吧 希望到时候能看到不一样的紫妍 话说这三个建模 萧妍 女王 紫妍 你觉得哪个最好 我应该说是有一个简单的 和第一扬行的 我应该说会是增加草莓的